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三个破坏的因素写出来 然后你自己去反省反省 你有没有这样的毛病 如果没有那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有的话赶快去调整 一个人锋芒毕露 你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好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只有这个毛病 就是锋芒毕露 到哪里都要变成焦点 人家讲话你就要插嘴 什么事情你都有意见 锋芒 不是出头的好路子 因为所有人都会抓机会 把你的锋芒除掉 教训教训你 你看多少人就是有零有脚 然后慢慢变成很圆 就是他受了很多打击嘛 第二个 致富 我在大学里面教书 经常告诉我年轻的学生 我说你看看你的眼睛长在哪里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刚通过高考 你去看那些人眼睛都长在这里 只看到天 没有一个人犯了眼泪 天底下我都有一大 要不能能够考这么好的大学吗 你来试试看 都是这个样子 到了二年级慢慢长到下来 海老师骂得越多越在这里 然后等到毕业以后 他眼睛都长到这里 你神气不起来 你神气到哪里去 尤其我们现在把大学分成等级以后 你更惨 你在哪个大学读书 吞吞吐吐不敢讲出来 因为什么 因为你念的不是第一流的大学 我是很反对这样做 但是社会都是这样 你有什么办法 全世界都这样 你到日本去看 只要一个人 他是日本东京地大的学生 他这辈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职业有人跟他找 媳妇有人跟他找 房子有人跟他找 什么都有 可见我们中国还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这是人类的无奈 没有办法 所以常常害死很多年轻人 因为他一旦进入明大学以后 他就不得了了 目空一切 尤其是这种人 我是名校 对不对 我的老师 名师 我自己呢 是高徒 因为我成绩好啊 一毕业 全完了 他很难跟别人合作 他很难跟别人合作 领导他非常困难 除非你都听他了 而他又不成熟 所以用了之后啊 我就是实际上玩问得来的 都只好给他做一个小的工作 不敢跟他做一个大的工作 因为大的工作要好多人合作 他跟谁都合不来 他很自负 我最了不起 人家问他什么问题 他说这个 幸亏你问我 你问别人 你就得不到答案 你脑有这种想法干嘛 一个人自负 你就是对天老爷的不尊敬 我再说一遍 人不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西方人一直强调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是非常反对的事情 人应该对老天有信心 不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什么叫老天 老天就是自然 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必须服从自然的规律 这个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什么关系 我读书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说我很认真过 我没有 因为什么 当一个人 服从自然规律的时候 自然就会安排一条路给你走 人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我们中国人所有的道理 都是由自然而推到人世 我想这是一经给我们的启发 你刚刚复西式当年就是看自然的景象 他没有去想东想西 他从自然的景象 就来体会说人应该怎么样 对不对 启西式最大的人际关系 很简单 就是三财 天 人 地 只要三个人在一起 其中有一个人像天 有一个人像人 有一个人像地 这是非常自然 好 向天的人 他就要领导 这三个人他会领导不可 所以我们为什么以前把皇帝叫天子 为什么不叫别的叫天子 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代表天 而地 他是很踏实的 他要承受所有的东西 他的负药力最强 然后人 要承 上 起下 顶天 立地 我们的一切一切 都是从 易经的道理来 三个人在一起 三个人角色不同 互相配合 三个人就很愉快 乱掉了 各搞各的 然后就开始累斗 所有力量就抵消了 大家都倒霉 因此 我们一个人 千万千万记住 不能有锋芒 你看天没有锋芒 天最了不起 就是他不说任何一句话 天最了不起的是 他不说任何一句话 我问你如果老天说话会怎么样 老天说话老天就挨骂 就挨人家骂 你出太阳 也有人高兴 也有人不高兴 你怎么讲都没有用 所以老天干脆就讲话 我爱出太阳我就出太阳 我爱下雨我就下雨 你讲什么我一概不听 听清楚啊 老天不会保佑任何人 所以他是很公平的 老天如果保佑任何人的话 他就不公平 他就非常不公平 我觉得很多道理 我们真的要重新把它 想清楚 老天保佑所有的人 所以不保佑任何人 所以一切顺负自然 是中国一向的主张 你看 只要花长得很美 它第一个被摘掉 只要树长得很直 第一个被砍掉 只要人有才能 第一个被打击 这是必然的道理 那你干嘛 所以一个人要修念 要泪寒 不入锋芒 你就有拳头 一个人很自负 自己认为了不起 那就是无法无天 那就叫做无法无天 你再怎么了不起 你不能不听天命 你看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突然间死掉了 死掉就死掉 你能怎么样 我问你 你能怎么样 为什么孔子有一个学生 是成绩最好的 也是孔子最喜欢的 叫做延辉 他很早就死了 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安排 就是告诉所有的人 你读书很好 你很得老师的赏识 你很有前途 只要老天叫你走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问你延辉 留下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 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 好像其他学生 比他成绩差的 都留下很多东西 延辉找死 是给我们很大的教训 以推动管理者 走向成功为己任 客户的成功 就是我们的成功 与中国企业共同成长 时代光华 一个人锋芒 自护 还有第三个 很大的毛病 叫做什么 叫做轻帅 做什么事情 不经过大脑 啪一下就反映出来 他自己认为很聪明 实际上是很轻帅 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 都谈过这个问题 不要立即反应 不要立即反应 谁都没有把握做这种事情 每一次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一个很个别的 都是一个很特别的 都是没有重复过的东西 我不想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历史会重演 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 历史上是不断重演的 但是没有一次一样 宇宙不是就地踏步 老是这样轮回 不是 宇宙的事情 它是这样 它是这样 每一次都重演 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 它是不断地演进的 你找不到两件事情 是一模一样 找不到 你到河旁边 你把你的脚 插到水里面去 所有流过的水 都是新鲜的 都不是老在你这里 没有那种水 它马上流就流过去了 你把脚伸出来 第二次插进去 所有的水都不一样 包括你自己的细胞 也不一样 这才是事实 所以我们做事情 人经常说 哎呀 我依照往力办理 这是不可以的事情 没有往力 哪里往力 它每次都不同 你怎么根据往力 所以世界上是 有信有不信 叫做有信有不信 这样各位才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每次开车 闯红灯 被公安抓到的时候 我们一百个都市说 倒霉 从来没有人说 我违规过 我为什么归 我是倒霉 你怎么倒霉 你看他过去就没有事 因为他过去的时候 公安正在看哪里 他没有看到他呢 我过来他刚看到我呢 这不是倒霉是什么 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人 开车闯红灯 认为说 哎 我错了 我是闯红灯 没有 找一个他也没有看到 后面他哪里去抓 就抓我一个 这样公平吗 各位真的要去了解中国 因为我们是亲疏 有别的民族 我们不是那种 玉利平等的 我们没有那种人 一个人 锋芒毕露 自负 再加上轻率 没有人能够跟你相处 我再三建议所有的人 从现在开始 不要从下车开始 我们经常从下车开始 是不对的 要从现在就开始 真正要做事情 都是从现在开始 有任何刺激过来的时候 把嘴巴闭起来 一般人都是有刺激过来 就张开嘴巴就说话 你事后会非常后悔 一个刺激过来 嘴巴相闭起来 因为所有的后悔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嘴巴一闭起来 它的刺激就会上升到脑海里面去 就会转来转去 叫做谋定而后动 千万不要显示自己很聪明 立即反应 千万不要 十次八九次是 会后悔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神仙 我们的能力都很有限 天底下没有完美的人 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缺点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无知 所以一个人最要紧的就是告诉自己 我很有人力 但是我不要随便表现 因为我们不是西方 西方能一生只做两个字而已 一个叫做秀 什么叫做秀 就是有人力尽量表现出来 那是西方能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东西 Tail Tail就是告诉人家 我表现了些什么 美国一生就是做这种事情 你看他们就鼓励小孩子 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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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到处就告诉人家 我表现是什么 谁赞美我怎么样 那种人在中国社会会成功 我是一百个不相信 你看中国人有事情都先说我不会 先说我不会 然后看看大家比来比去都没有人我会 我再说 我来试试看 结果比谁都好 你冒了个险干什么 你看你问一个美国人 你最近在干什么 他会什么都告诉你 你问一个中国人 你最近在干什么 他不会告诉你 因为他第一个反应 你问我这干什么 他先搞清楚 你问我这干什么 你不要老问我在干什么 我们的老亲不一样 你问一个美国人 你会打乒乓球吗 他会就说会 他不会就说不会 它是非常简单的 你问一个中国人 你会打乒乓球吗 请问你怎么回答 你一定说不会 你敢说会吗 你说会试试看 你说会 他就说那我们来打一下 然后因为你说会嘛 所以他就很认真跟你打 把你打得惨兮兮的 那就问你这样算会啊 那谁不会呢 你告诉我还有谁不会呢 你不是很难看 所以一个中国人 日夜练习乒乓球 你跟他讲来打乒乓 他一定告诉你 好久没有打了 这个是厉害的 不是欺骗 这个跟欺骗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跟美国人讲说 来打乒乓 他会告诉你 很好 我最近常常练习 那是美国人 中国人日夜练习 他会告诉你 好久没有打了 你说来打打看 他一定说跟你学 跟你学 然后一打 把你打得落下流水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没有啊 好久没有打的 要不然以前更厉害 你慢慢去体会 中国人为什么会立以不败之地 他永远立以不败之地 就是他很会保护自己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我不懂 我不懂我就没事了 然后大家就穷表现 听来听去都没有我懂 他就站起来 我刚刚想到 我刚刚想到 我试试看 然后做得比谁都好 你是天才 中国人 不到 很保险 很安全的地步 他不会轻易出手 他不会轻易出手 你看外国人跟你打架 他会怎么打法 他一站起来就开始这样 中国人说还没有打 就跳到没有力气呢 我说不懂 你这样干什么 你不懂嘛 中国人打架都是站在那里 西方人打架是用手脚 中国人打架是用眼睛 全一看到你 你不动我也不动 因为都要十分忍耐嘛 你一动 重心不稳我就过去了 这才厉害嘛 还有更高明的 看了半天 我打不过你 咱们后会有期 溜啊 我给你打 所以 现在人说要打打看 才知道谁赢谁输 我是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很多道理 我们现在忘得一观二进 很糟糕 中国人跟美国人 跟日本人不同在那里 不要上当说什么同文同种 我们跟日本人是很大的不同 我今天分析得很清楚啊 我们有些地方像美国人 有些地方我们非常像美国人 有些地方我们很像日本人 我们是随时在变的 你说中文团不团结 我告诉你 中文不团结的时候 它是非常不团结的 中文团结是世界上最团结的 你看有时候我们 拿着东西出去要打 你问他你打什么 不知道 打就是了 他连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打了 我管你了 中文一团结 他是不顾一切的 但是中文不团结的时候 我们勇以内斗 我们自己人谁也不符谁 我们个人主义的时候 非常个人 我们集体主义的时候 非常集体 所以外国人常常觉得 中国人很奇怪 中国人善变 全世界第一 我问你 你说这样好不好 你说这样好不好 你说好人家也觉得很奇怪 就有什么好 你说不好人家觉得更奇怪 就有什么不好 凡是中国人事情 只有一个答案 叫做很难说 本来就很难说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不好 答案非常简单 你哪里的合理 它就非常好 你哪里的不合理 它就非常不好 所以做一个中国人 千万千万记住 随时随地 都要找到那个合理点 我们完全在找合理点 只要你掌握到合理点 你就是好的 你没有找到 你就完了 你就完了 做一个中国人 千万千万记住 时空不囤地在变 时空不停地在变 你要非常的激紧 有任何风吹草动 嘴巴闭起来 赶快动脑筋 找到当前的合理点 没有把握要试一试 你就没有试了 那你说这样 中国人心不辛苦 答案是说 全世界 最受老天爷 关爱的人 有两种 一种犹太人 一种中国人 所受的磨难 最多 但是智慧 最发达 我们跟犹太人 后来也是走出 不同的路来 所以我曾经跟一个 日本的教授 一起吃饭 那个日本教授 跟我讲 他说 曾教授 我们日本人 自己评估 我们是世界 第三聪明的人 前面有两种人 比如我们聪明 一种是犹太人 一种是中国人 他说 你认为是中文聪明 还是犹太人聪明 我心里好笑 你问别人 你问我 因为我是最典型的中国人 所以我就告诉他 这个 我就不知道了 中文都先说 不知道 然后才说知道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犹太人聪明到 全世界人都要杀他 我们中国人聪明到 没有人要杀我们 他说 这样听起来 你们中国人比较聪明 我说 这是你说的 我可没有说 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是中国人 不是犹太人 有一次我在纽约 跟一个犹太人聊天 他说 曾教授 我们不要骗来骗去 你们是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人 我说 你少来这一套 全世界只有公认 犹太人最会做生意 没有人公认 中国人会做生意的 他听了这句话 连说两遍 就是这句话把我们害死了 你知道吧 你们中国人把最会做生意的人 套在我们头上 所有人看到 原材人都很紧张 都很警惕 我一毛钱也赚不着 只要你们赚 不会不会 后面通通被你赚光了 好好去体会一下 一个人 有人力就表现出来 到处去讲的人 你是没有什么前头 不要学那套很粗浅的东西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